今天是2014年的10月19號 早上8點出發從日克澤的戰龍飯店 參觀紮舌人布市 一直到10點半和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接下來在從日克澤離開我們前往午餐的地方 經過亞羅章布將在亞羅章上拍一張全景的照片 接下來是用這午餐的所有團員幫我簽個名 現在在從日克澤這邊的部分 這範圍那上 連這個風景可以看一下還算很漂亮 但是天氣從早上大概兩度 一直到現在中午大概接近到25度 所以整個天氣變化是大有差異的 大概有經過了20度 而且在途中另外另外比較特殊的經過到天障台 寫了一些詩 快一點再分享一些詩 給所有的喜歡幸福西藏的團員們 好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我寫的詩 給大家欺賞一下 來 欺賞 十月十五入西藏 一行十五滿開懷 前藏後藏心淋淋 唯有心中體驗深 朝聖之路不易行 高原反應皆有之 坦然面對適應他 吉祥秉安無業障 藏民心情忙碌碌碌 秋收清科好過冬 楊卓庸錯盛無盡 翻山月嶺卡洛窜 拉薩取水日刻澤 沿途美景不慎收 金黃楊樹閃亮亮 聖山雪景在眼前 遙想當年藏文化日月神山霍靜靈 文臣公主嫁土藩 心中只為藥大堂 那幸福西藏的朋友們 你來的啟程新藏之旅 你想得到什麼呢 請在出發前好好的思維清楚 思發後再回想一下 是不是有奴隸達到你所願的 這所謂的幸福西藏 歡迎您 我是陳嘉祥領隊 今天是2014年10月19號的下午4點10分 掰掰